哈勃就指了 哈曼 以色列就指了哈曼 然后这个太监就说 救王有功的莫迪盖 哈曼做了一个五脏高的木架 要吊死莫迪盖 那个王就说 把哈曼挂在他自己所造的木架 哇 够精彩了 王伟任莫迪盖出任宰相 那你想喔 莫迪盖一出任宰相 他最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颁布第二道的命令 那第一道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 12月13号 以色列人要面对灭祝之灾 那现在已经3月23号了 就将王的书记照来 按照莫迪盖所吩咐的 用各省的文字各著的方言 并尤大人的文字方言写意子 传给他从印度到古市 一百二十七省的尤大人和总督神障首领 那我告诉你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圣经中最长的一节喔 你知道是哪一节吗 那你应该很清楚了 就是这一节 第八章第九节 是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节 而这一节呢 我称他是第二道命令 是出始入始 第一道命令 是死的命令 出生入始 那你知道圣经最长的一节 你知道哪一节最短吗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 中文圣经四个字 希腊文圣经三个字 英文圣经两个字 耶稣 很有趣的 那你对照 这一段最长的圣经 就是把一道生的命令 传出去 遗址中 往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 在一日之间 十二月 就是雅达月 十三日 寄居保护生命 剪除杀入灭绝 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 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剁取他们的财为猎物 超入这余子 搬行各省 宣告各族 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 在仇敌身上报仇 于是其快马 的翼柱被亡命吹逐 寄忙其行 翼子也传遍 蘇山城 那你想 1月13日 所有的快马应该出去了 我不懂当时文工有多少快马 但是我看啊 哈曼会用最好的出去 现在3月13日 这一个命令要传达 前后啊 需要十一个月 现在只剩下多少个月 你算一算 现在3月23号了 你如果不能够在12月13号 命令传道的话 有一些人要死得很厌亡 你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呢 现在不管什么马 好马 坏马 快马 慢马 黑马 白马 哈朗不朗 全部要跟我处 你不要讲你是老马 你是病马 你是小马 能够动用的所有的资源啊 好像recall这样 所有的一个全部recall 我们当过兵 如果参加过这些 你就知道 不开不开 你来做什么 你这个有什么用处 有用处 有用处 我们全体要动员 就是了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莫迪改记录这事 写信以 雅哈水鲁王各省演进 所有的犹太人 吩咐他们 每年的12月14号15号 这两天 为福尔节 为福尔节 这两天是犹太人啊 脱离仇敌 得平安 转忧为喜 转悲为乐的吉日 那这两天 都要设宴快乐 彼此预送礼物 周记众人 以诗天命定守福尔日 这事也记载在书上 立位记告诉我们很多 耶和华的戒期 我们熟悉的一夜节 五行节 也就是圣灵将领节 祝盆节 还有赎罪日这些很重要 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日 犹太人很多节日 一年啊二十多天的假期 现在加多两天 就是普尔节 那普尔节啊 是很重要的日子 是转忧为喜 转悲为乐的平安日 那他们呢 要汇送礼物 周记穷人 施比送更为有福 有好几次呢 我在以色列 刚好碰上福尔节 我们就看他们怎么样吃足 他们吃这种三角石的配料 他们叫哈曼的耳朵 他叫哈曼的耳朵 过来咬 还有呢 他们小孩子 好像我们主入学的孩子 就给他们戴上面具 有哈曼 有亚哈水路王 有莫迪卡 有以色帖 然后呢 把以色帖的剧情啊重演 这个是让小孩子 先了解这些主角 还有一些剧情 那少年人呢 他们也欢天喜地 不醉不归 欢乐 甚至在以色列人当中呢 有一个传统 这一天呢 要喝到醉 尽情 只有这个结论 这个很特别的 那 这一段的历史 存留在圣经里面 今天啊 向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历史 关我什么事啊 我知道了又怎么样了 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和你们来思想 以赛亚书啊 28章15节 先知啊 异远 先知什么说呢 说你们曾说 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 与阴间结盟 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你们听过人家讲这句话 这句话哦 你们与死亡立约 与阴间结盟 哪里有人会这样讲呢 但是圣经说 你们曾说你们的的确确这样说 你有没有听过 我听得多了 我劝一个妇人信耶稣 我不可以信耶稣 我那个阿拉瓦在下面 我信耶稣我去天堂 我不要跟他分开 我相信你听过了 你不要骗我我把他听给你 为什么呢 他相信他以阴间结盟 以死亡立约 他要朝阴间的去 这个很奇怪 但是你可能对这样的一个观念 因为你信了耶稣 或者你信了好久了 你把一些以前 你自己的事情给忘了 感谢神把它忘了 但是你周围已经很少 还没信耶稣的朋友 你忽略了这些东西 所以当你看 如果我们读多几节 你来到以赛亚书28章18节 只差了三节 这个时候先知怎么说呢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 必然废掉 与阴间所接的门 必立不住 很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读以赛亚书都知道 必须同你怀孙子 人称乙玛丽 有一个君王诞生 对这些都是始终要来的 以赛亚八的约 他来了 但是他来了 要使我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废掉 与阴间所接的门 立不住 那我称这个命令呢 是处始入神 很多人呢 有这样的见解 人的必有意思 圣经也讲说 死路一条 我们以死亡立约 阴间间的 我亲爱的人死了 他下地狱来 你很多朋友一定是这样的 你说没有 有一些朋友说 没有 我们哪里是下地狱 我们上西天去净土 那可是哪里 那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你要请和尚 或者Psycho来超度 你超度干嘛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上天 让你超他下来 你先要相信他下去 不然你超做什么 还有呢 他下去 哇他受很多苦了耶 哇他很假辣的 中国有一本古书 这本古书够古的 是东汉的时候写的 是东汉的时候写的 叫说文杰字 这本书啊 不太长 但是蛮难读的 它像一本字典 它是一本字典来的 人所归为归 所以中国人很多以为啊 人死后变鬼 鬼是死人变的 这个错了 我也面对过一些基督徒 特别受英文教义的 他说没有鬼 哪里有鬼 我们信耶稣的人 才不相信鬼 那我说那耶稣干什么呢 中国人讲鬼是死人变的 那错 但是有没有鬼呢 有 那是邪灵 那是堕落的天使 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老子 公元前2500年 差不多是以色列莫比改的时代 公元前500年 离开我们现在2500年 老子写的《道德经》第50章 他就说 畜生入死 你没有话好说的 你查中文字典 你查得到这四个字的 畜生入死 死路一条 有一些还告诉你 出生入死 有一些字典告诉你 这四个字 原自《道德经》第50章 那当然老子在这方面 他观察人生宇宙 他有很独到的见解 我也很认同 但是你看 先知说 你们曾说 我们与死亡远 与阴间结盟 我劝很多人 为什么你要相信你的亲人 死了下地狱呢 他可能跟你辩论 哪里是下地狱 我说如果不是下地狱 你烧这些做什么 你们可能很久没有看了 我印一张给你看 你注意看一下 你烧这个是 不是DBS耶 明都银行 还有阿摩跟你讲 Hellband 那你烧这个干嘛呢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上天堂 你需要烧给他 他明明是 你先要相信他下地狱 不然你烧干嘛 还有他在下面没有物质耶 所以你要烧一间物质给他 那如果以后他要住这种紫的物质 最好现在住在紫皮屋 不然以后属土不服的 你现在住困难中 开始住紫物 不然以后你怎么办 甚至中国政府要立法禁止他们烧这些 因为越烧越过分了 你到现在烧电脑 烧手机 还要有杂菊 还烧什么 以前烧金铜玉米 你知道吗 现在烧二奶 三奶 中国政府受不了 下令在中国不准烧这些 但是真的越来越厉害 你们以死亡所立的月 必然废掉 以阴间所接的门 必立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犯的无罪 我告诉你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 就接到必到明明 你同意吗 有人生了一个孩子 然后你去 你知道中国有一个传统 广东人有一个传统 生孩子要猪脚醋 但是我们就吃猪脚醋 不知道他的这个典故的原来 来源 猪脚醋不是给生孩子的妈妈吃的 所以你不要叫妈妈吃猪脚醋 答错得错 他都不适合的 这个是给客人吃的 客人来啊 哇你天丁啊 恭喜你啊 然后主人家就捧上一碗猪脚醋 那你就吃了啊 你要说猪脚猪脚 但是你请新加坡人 哎呀猪脚了 我猪脚了猪脚了 你请有此理以后不要请他 我们真的对这些很简单的传统 都解到一千 一万八千里之外 太多了 一个孩子出事 我们讲好话 哎呀 额头很高 好像李光耀 哇以后一定出人头 大家都很高兴 如果来一个啊 以后包死的 哈哈哈哈 他讲的是真话 但是大家都不想听 以后大了也不想听 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 收到第一道命令 有一天 要死啊 除非啊 你在有生之年 收到第二道命令 你不必死 你可以处死入神 嗯 主耶稣说 所记载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主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又信才我来者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神了 主耶稣来 应验了 满足了先知的意愿 你们以阴间所立的门 必立不住 你已经得释放了 所以感谢神哦 我们要晓得神爱我 你要收到第二道的命令 接受他 你就免去哦 以死亡立愿 以阴间结盟的这个阴影和捆绑 那个是出自魔鬼的 主耶稣来已经奋碎了这个 那我要给你看这一张图 这个是以色列的困难 1947年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手抄本的圣经 2000年的历史来 那这里的发现呢 1947年 就在这一个洞里面 发现了我们称为十海独卷 被誉为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 发现 但是很可惜 基督徒都猛叉叉 这个十海独卷 曾经哦 来到新加坡展出的 你知道吗 哦 在里面 最伟大的发现 它伟大在哪里 你怎么证明在你手中的这本圣经 是正确的 挖出来的圣经 比我们现在的圣经 一字不差 而且所有的旧约圣经 三十九卷书啊 三十八卷全部找到 少了一卷 少了一卷 就是以色贴基 那为什么呢 很多人就开始问 为什么没有找到以色贴基 是不是以色贴基应该像 马丁路德所说 把他从圣经里面提出去 我告诉你 以色人 那我现在带你去哈马达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 在这里有一个建筑物 这不是鬼教堂啊 这是摩迪改和以色贴的本墓 摩迪改和以色贴死了 就站在伊朗的哈马达这个地方 而这个墓呢 已经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你知道波斯帝国啊 以后改朝换代 他给希腊人占领过 以后罗马人占领过 以后阿拉伯人来占领过 曾记斯汉占领过他 改朝换代 而且现在你所知道的伊朗 是跟以色列很异对的 但是两千五百年来 以色列跟莫迪卡的坟墓 没有人感觉去破坏 那很特别的 这个坟墓呢 有一群犹太人 一直在那里日夜守护 我很想去看这个地方 有谁要跟我去 有十个人我们就去 那其他的还重要 在这个地方的墙壁上 整本以色列记刻在墙上 你不需要死海独卷 来证明它的存在 就这么简单 而这本书呢 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历史 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 是你要快传 骗传福音 因为每一个人 每一个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 一出世 一出世 收到第一道命令 出生入世等死 你以心何人 看着他死了 你要把第二道命令 你已经接过的 传给他 让他免死 免上某个荡 他们曾说 我们以死亡立月 以阴间结吗 你要告诉他 因为耶稣基督 你以死亡所立的月 必然废掉 以阴间所接的门 必立不住 而今天 我深深地在我们的面前 不只是这一段文字所记载的历史 我们也看见地理 你看见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坟墓 一直留到今天 今天 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第二道命令 你现在已经收到了 你要接受这道命令 你要处始入生 你不要一直往着坟墓而去 处生入世 等死死入一条 不 你可以转过来 处始入生 而今天呢 就是你的普尔节 今天是你的平安 转悠为喜 转悲为乐的日子 我们要跟你一起 欢喜快乐 连天使天君 也要和我们一起的来 欢乐 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历史 圣经中很重要的一本书 所以你不只是看剧情 了解一些历史 今天这一本书怎么样对我们说话 所以你谨记这个主题 从以示列记 看快船 以便船 福音 时间很紧急 你不快船 怕要死 特别我们当中有很多年长的亲戚 朋友 我总是很急 我总是觉得很遗憾 到他昏迷在医院才叫我去 我能够做什么 太迟了 趁着他们还有知觉 还能够回应 还能够做决定 快快把第二个方向传给他 你不要等到 他要死了 他死了 才来荒洋不老 才来遗憾 不 我们要换船 而且要辩船 而且你注意 用各省的文字 各著的方言 我感谢神 这几年来 我们不只用英语传福音 我们用华语传福音 我们也用其他的方言 特别是福建话 传福音 有一位受英文教义的姐妹 跟我说 福建话可以用来传福音的 哈 我说你干嘛的 每一个语言我们都要用上来 他如果不懂英语 哎呀他没有资格信耶稣 不 我们要用他懂的语言 把这福音传给他 对 我们责补旁败 我们要快 当我们看以色贴记 看这一段历史 看存留给我们的 那你要先思想一下 如果今天你说 我要接这第二道的命令 我感谢主 我为你感谢主 等一下 我请你出来 我要跟你一起祷告 要祝贺你 那么当我们看圣经鼓励我们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十七节 保罗这样说 我传福音远没有可夸 可以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然后我对这一句话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这是我在英国读神学的时候 神学院的校训 华人不会用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好像不大纪律 我有祸了 但是这一句 是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的 我若甘心做这事 便有赏赐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破腹 我来 包括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不只是接第二道命令 然后欢喜快乐 吃吃喝喝 我们有责任 你我有责任 快快的 把这第二道深的命令 传给那些还没有收到的 而且你要快 你要传个便 好叫我们看见得救的人数 快快的填满 所以你说 我愿意挑起这个责任 我也很愿意跟你一起同心报告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安静一下 我们闭眼睛 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同来报告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说 我愿意来接这一二道命令 我要请你和我一起来说 主啊 主啊 我今天听见了你的一个大命令 我愿意接受 我愿意得到这个福分 我不再朝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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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朝着永生 我要朝着永生 感谢你 感谢你把这道命令赐给我 把这道命令赐给我 我接受 我接受 我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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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 我证明 我信靠 就 companions 也给我聪明智慧 给我精神体力 能够快传变传福音 帮助我把传福音看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你也必在各方面赐福于我 使我们能够平安喜乐 我感谢你 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写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 帮我承认 天上当作活距 圣洁的心 愿意带着我 做这个器 宣传他的福音 愿意知应 随牵在我的生命里 救生灵的心 震灌我一生 怎我确认 卸上当作过境 你情节的心 淡淡失望你 愿你执意 成全在我的身上